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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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小伙伴问我 平时的设备都是在哪买 那些预购还没有发售的设备 都是在哪里预定的 就是这家店 咱们来这逛吧 这个是它的退货部门 在这家店买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就是退货特别痛苦 30天无理由退货 反正使得不开心 觉得不好 都能退 他们会问您一个原因 就随便说一个就得了 反正只要东西没坏 没给人磕了碰了 就可以退 这个是它的二手买卖 如果手里边有二手的设备 可以拿到这卖来 但是卖的价格特别的低 所以我基本上很少 也就卖到这店里边一回吧 这就是这家店了 这家店特别的大 走过路过呢 我就都进来溜了一圈 推着空调上个厕所 毕竟在这个区域免费的厕所不多 这个店呢 跟我以往的这个购物体验 特别不一样 原来呢都是在北京 就是五颗松摄影器抬成 一个特别大的建筑 里边都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 然后不同的商家在里边租的 一个店一个店的 这个就一家店 所以这逛的整个就跟一个大超市似的 所以我不光这个摄影器材在这买 像那个电脑硬盘 就只要店子什么点这有的 我基本上都跟这买 特别放心 主要还是退货方便 这块是个二手货专区 我之前经常来看 都有什么二手的东西 这边是胶片专区 有点想买这个 发现咱修室专柜已经给车摊了 他等在这 以前这个位置是修室的专柜 现在怎么强服俗了 原来就是这 现在成兵德了 好吗 只要是这柜台上有的设备 在那排队 让他给你拿 都可以免费试用 就在这拍 用自己的卡 机器 镜头 都可以了 走 咱修室专柜挪袋了 我第一次来这个店 就被这个东西给吸引了 在这房底上有这么一个轨道 然后无论你在哪买的东西呢 都不用拎着 直接放到这么一个绿的里面 啥就滑到蒙口这个结杖杆了 今天呢我不是来买东西的 其实是来参加B&H这家店举办的一个 展会吧 在疫情之前 其实他每年都会举办这个展会 只是每年的摄影主题不一样 今年就刚好是这个自然风光和旅行摄影相关的拍摄 我得可以过来看看 每年都是在这样的一家酒店里举办的 这个展会呢规模不是特别大 毕竟它是一家摄影起来店举办的嘛 相对来讲 其实算是已经很不错了 进去看 来整一礼物 再一次镜头 再买我这个包之前 我还真考虑过这个孩子的包 我一直很好奇 所以这个降光害的这个滤镜到底有没有用 索尼卡手的 1120 真希望这个给富士来一个 这不就是咱们传说中的XH2S吗 我手感还挺不错的 对焦确实快乐一些 屏幕呢 看上去和以前的颜色非常不一样的 手感确实很好 但是和使用XT3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这太大了 但是重量还可以 虽然看起来很大 但是拿起来了 并不是感觉像100 400那种 还能吃饭 而且关键它是个内边标 而且关键它是个内边标 这是一个区域可以借机器拿到来视拍 这是我之前用的那个Twalita的新款 还没有上市 装上之后就是这样的 这个活动啊 现场会请来很多摄影师 分享自己的这些作品和拍摄的一些经历 我特别喜欢这个环节 听一听别人的故事 这个都是很珍贵的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把自己的这个故事 愿心向给大家 所以并不是去要评价 每一位摄影师他作品拍得好一块 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些宝贵的经历 我特别喜欢来这种展会 可以看看新出的设备 看看新的设计都是什么样子的 刚才就试了一下富士新出的这个XH2S 还有150-600的这个镜头 手感还真是挺好的 最重要的是 还拿点礼物 有瓶水太好了 我正渴着呢 一个笔记本 雨衣 我上回雨里拍照 要是有这个就好了 还双袜子 上面有一照相机 还倒了 这刚才Platipod给我的刮钩 我太需要这个了 还有一个我刚才从富士拿的袋子 这个我就留着装衣服用了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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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这个建筑呢被永久的关闭了 因为自打趴开业以来 人们可以攀登到最底上去看日落 已经有三个人从这个底上跳下来自杀了 所以呢 它现在就被视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建筑物 也就不再让人上去了 挺遗憾的 这建筑物还挺有特色的 我上去过两次 很早之前上去 它刚开的时候我就上去了 那个时候我还是做图文博客的 也是那个时候我给我朋友发过去看 他告诉说 现在谁还看图文的博客呀 都是视频的 所以我才考虑做这个视频的频道 所以如果您进入我的那个网站 然后点击博客文章 往前翻 大概两三年前吧 我还是写图文的博客 都是照片和文字 是我自己也看不进去 觉得特别枯燥 现在有了这个视频啊 真是太方便了 现在还能进来 只是不能上去了 楼梯全都被封了 高县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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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个火车轨道 累气了之后呢 种上花 改成了这么一个公园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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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过又哦 来不过又要过的 再给你那种家里 就像一个小馒头那样 我可能会饿了 看什么都想吃的 这可以看见帝国大厦 像这种边走边拍的拍摄 我一般就用黄色鲜色 锁定一个我想要的风筝 然后经过调整ISO来控制快把速度 偶尔我会使用曝光锁定 来锁定曝光值 因为有的时候像咱们之前 旅行顺序的汪腰这里面讲过 有的时候这个场景 会呈现很大和同样的东西 相机的曝光就会有一点点偏差 所以我们手动给它一个准备 让它稍微的降低 或者让它稍微的亮点 快日落了 天气也转成多云了 目的今天又没有什么像样的日落了 不过呀 刚才我拍了这么几张照片 太阳还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但是呢 光线已经变得非常的暖了 我是逆光拍摄的 光影我觉得特别的好看 我记得有小伙伴问过我 就是相机直接对着太阳拍 会不会对传感器有些损伤 说实话有没有损伤 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我经常这么拍 但是这仅限于日出日落的时候 等太阳完全升起的时候 那可真是贼亮 我呢 肯定是不建议大家 在日光下 拿相机直接对着太阳 对着拍 但是日出和日落这个阶段呢 太阳光线实际上是比较柔和比较弱的 这台相机 对着太阳拍 可能得拍了得有两年了吧 没什么毛病 但是我可不保证 您用这个相机怼着太阳拍 没事儿啊 千万别凭我的 坏了可千万别怨我 现在就是日落时间了 火烧鱼没烧过来 昨天整了 快回家吃饭了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食用小铃铛 谢谢大家给我出来玩了一圈 咱们下期见 趁着银Life 恩 旦 ann 伴侦 三